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觉得既然它作为现象级 既然它票房是爆炸的 那么我觉得做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 如果我不把它跟大众潜意识 大众文化联系起来来分析一下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浪费材料的 所以说我这里也必须要来开一下老洞 不好意思 我N和L始终分不清楚 我已经放弃治疗了 所以大家就猜吧 我说的是这个我叫开一下老洞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 这两部作品里面关于神道教和污吕 如果有看过会知道神道教和污吕 在这两部作品里面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核心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我相信因为日本的动画跟漫画里面 这个神道教的元素还有污吕的形象 其实出现这个所谓污吕的形象 是出现的是挺多的 所以我估计就可能有观众 是不是在你的内心当中 也存在着这么一个喜爱的形象 我不知道现在弹幕有没有飞过 这个谁谁谁是我老婆这样的弹幕 当然我非常希望是有的 不然我抛出来梗没有人接 我会很郁闷 我们接下来就说的 但是实际上就说 这样的一个很纯洁的很美丽的 可以做老婆的这样一个小姐姐的形象 它在日本的账后的历史当中 其实是一个逐渐形成的 它背后有着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形成的这样一个因素 所以我觉得观察日本动画跟漫画里面 这种乌驴形象的这种变迁 我觉得也是能够观察它 战后文化发展的这样一个途径 有非常好的政治文化变迁的 这么一个类涵 那么我在我的印象当中 如果提这个乌驴 我印象当中看过的 比较早的作品里面出现乌驴形象 是我的印象都是手中智虫的 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 叫做火之鸟 这火之鸟这个东西 是手中智虫从1954年开始创作的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离战争结束 其实没有多长时间 手中智虫是战后的那么一代人 它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乌驴 这个乌驴叫做Himiko 这样一个乌驴 当然写作我们现代汉语汉字 就是卑靡乎 出现在三国志里面 魏书里面的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中国应该有很多人 也非常的熟悉 然后这个卑靡乎这样一个 它在火之鸟里面的形象呢 它在火之鸟的形象就是一个 我们讲一个政教合一的 奴隶主义的统治者 那他身上其实融合了什么元素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 他身上融合的元素 就是比如残酷的政治斗争 比如奢侈淫迷 比如这个伪装神的旨意 然后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统治 总是就是蛮糟糕的 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人物 那严格来说 肯定说按照严格的历史 这个卑靡乎肯定不是神道教的污吕了 但是显然这个 手中之虫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 其实就反映了 他们战后的那一代人 对日本的这个政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叫做国家神道教的 国家神道教的这么一个态度 就是日本这个神道教 它原本是属于一个原始 日本原始的这个宗教 然后它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它不断地融合了各种各样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 或者宗教的这么一个这个成分 然后又因应了各种历史的这个时事 那然后最后形成呢 慢慢地形成 但是呢 到了这个日本的江户幕府的这个末期 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要做这个尊王攘仪 是吧 要尊王攘仪 要在日本进行这个改革 那这个时候 他觉得要有一个精神动力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说 好了 我们这个神道教很重要 但是呢 这个神道教里面杂志太多了 什么儒家的呀 什么道教的呀 什么乱七八十成分太多了 佛教的成分 那我们要把这些东西 全部排除出去 排除出去 然后建立一个非常纯洁的这个精神宗教 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复古神道教 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这样一个 他们当时宗王攘仪的这样一个精神动力 然后呢 后来宗王攘仪胜利了之后 那明治维新要建设这个近代国家嘛 说建设这个近代国家 我们要一个核心精神 那好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复古神道教弄来 作为我们近代国家建设的这么一个核心精神 那于是我们出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正教合一的 那这么一个这个天皇制 那么国家神道教 这个神道教就成为了 日本政治文化和政治精神的一个核心 当然我们说相应的 它也成为了对外侵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精神动力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所谓的神风特工 对看到那个神字没有啊 是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比如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 晋国神社 是吧 晋国神社 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家神道教的 这样一个官方神社 那我们知道它的这个作用 它的作用里面就是供奉这个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次战争当中 这样死亡的这些英灵 所谓的这个英灵 那然后呢 在这个战前 这个日本的官方是主导这个的祭祀活动的 这就是国家神道教的一个体现 所以后来这个日本在进行政治改革 政治改造的时候 这个国家神道教就是一个重点的这个改造对象 那美国人就发了一个文件 叫做这个神道指令 就把这个神道教的官方地位给这个飞除了 这样政治上的神道教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在手中之虫的这个作品里面 这个污吕 这个政教反应 政教合一的政体统治的这么一个污吕 它一定是一个反派 必须是一个反派 这是一个绝对的反派 但是由于明治维新以来 这个神道教它已经在近代国家建设当中 已经渗入了日本人的生活当中 那所以我们不可能一刀切地 把生活当中的神道教成分全部给它抛弃掉 所以生活当中的神道教 它就被保留了下来 这也是算是尊重个人生活或者是信仰 是吧 我们说这肯定不是一个坏事 就好像比如说 我们今天现在到日本去旅游 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网红旅游地 像我所知什么赖良的这个春日大社 东京的明治神宫 那都是这种生活当中的神道教的体现 我看我们都可以在那拍出很好看的照片 那不然如果废除了这些照片就没有了 是吧 总的来说我们就说这个战后日本有个分裂 战后对这个政治神道教是彻底地批判 但是对这个生活中的这个神道教会持一个跨仲态度 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可以慢慢看到它作为日本的一个文化特色 其实它受到的宣传是越来越多 所以这里就可能会诞生一个灰色地带 我还是回到这个靖国神社 那比如我们也很熟悉的 这个很多政治家他会去参拜靖国神社 是吧 这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去参拜靖国神社 但是呢 如果这个政治家说 我是公职参拜 以我这个政治家的身份去参拜 那么舆论就肯定会比较地这个炸 舆论就说这个是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那所以这个肯定是要批判的 但是如果这个政治家说 我是这个私人参拜 虽然我是一个政治家 我的影响力很大 但是呢我是以私人身份去参拜的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讲 舆论就不会有这么一致性的 当时肯定批判的声音是有的 但是显然就没有公职参拜的时候 批判的声音更大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纠结的 这么一个灰色地带 它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结果呢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生活中的神道教作为日本的文化特色 由于它的宣传是越来越正面的 我们对它的烘托是越来越正面的 那它就存在一个可能性 它是会反过来去削弱这个 政治神道教的这么一个负面性 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所带来的东西 于是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像手中之虹那样 就看到神的 看到这个乌驴 看到这个正教合一 就赶紧要批判的这样一种心态 这样的一种作品 在后来的这么一个作品当中 就会比较少了 那么来看看后面的作品 慢慢慢慢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这个时候又想到了另外一部 这样一个作品 就到了这个70年代和90年代 是日本经济高速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然后消费高度发达的 那这么一个这个时期 这时期有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品 我是要强烈推荐的 叫做这个福星小子 创作于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 这么一个作品 在这个作品当中 就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这个乌驴形象 这个乌驴是一个学校的 高中的医务室的老师 它的主职是这个医务室的老师 然后它的兼职是这个乌驴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反映了生活当中的这个神道教 就是这个乌驴 它不是依靠自己的世袭身份 不是依靠自己的神格所生存的 它是通过融入这个现实社会来生存的 它当乌驴 只是它装膀块的 基本上装膀块的一个手段 它这个现代职业是主职 而这个乌驴属于这个兼职 它融入现代社会 而且这个漫画里面 这帮人还老骂它 它说你是一个没有执照的乌驴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战后的 非常现代的 比较现代的 可以说比较进步的 这么一个意识 在这里面这个乌驴 就是说它尽管具有乌驴 这么一个有趣的文化属性 但是这个驴身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城市的性感美女 一个城市美女 必然会具有的一些缺点和优点 当然是非常夸张 非常诙谐地表现出来 神在这里 神这个属性 它只是让这个故事更加地有趣 它只是一个作料 它让这个世俗生活显得非常地有趣 尽管这个故事里面经常出现一些怪力乱世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在这个作品里面 它这个各种文化因素是普遍存在的 就除了这个神道教 然后还有日本的一些原始的宗教 日本的一些民间神话 然后包括欧洲的 还有中国 各种各样的宗教文化的元素 它是全顿在一起的 比如说这个乌驴它有一个未婚夫 未婚夫是一个海归西洋魔术师 然后他的舅舅是一个和尚 然后它这些东西是全部混在一起的 混在一起的 就非常地和谐相处 非常地平等 神道教在这里 但是没有任何的特殊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生活神道教的这么一个表现 但是这里可能要顺带一起 在90年代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 把乌驴文化属性当作料的作品 可能在国内也表示就是美少女战士 里面有一个角色 它的背景是一个乌驴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在于什么呢 在这个福星小子里面的乌驴是一个平民阶层 然后这个也普通工兴族 但是到了这个美少女战士里面 这个乌驴已经是一个特权阶层了 他的这个父亲是一个政治家 他的这个祖父是一个神社的住持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 乌驴这个属性已经具有了某种特殊性 或者是特权性 在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特权阶层 它不像手中之虫的这个作品里面 特权阶层是一个反面 它至少肯定不是一个反面的象征 我觉得这种变化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最后到了我开篇提到的 这样一个两部作品 就是《你的名字和天气之子》 因为非常地现象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这个神道教的因素 这种乌驴的因素 在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它不再是一个作料 它已经成为这个故事的核心 它成为这个精神的内核的这么一个所在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你的名字》如果有朋友看过 会知道它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异象 是这个用乌驴的口水所酿的酒 然后呢在这个《天气之子》里面 《天气之子》里面 它反复出现这个神社的牌坊 都是这样的一些异象 都是这样一种非常标志性的 这个神道教的异象 但我还是要说句话 《他们实质》这两部故事 肯定它的实质都是这个青春的爱情故事 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个作品里面 它们反映出来的一些意识 一些社会批判意识 其实是比较进步的 比较进步的 就好像这个《你的名字》里面 我们这个都市人 怎么面对偏僻地区的这个灾害 然后这个《天气之子》里面 其实它野心很大 它讲了很多这个关于边缘人群 关于这个小孩的离家出走 关于城市的贫困人口 还有环境保护 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先进的意识的 甚至非常前卫 非常后现代的这么一个意识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里面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 它故事给你的解决方案 它的批判同时 它给出的解决方案 它又是非常地微妙的 它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给了一个答案就是神力 不可名状的神力 但是又明确是神道教的情感 神道教的这个文化元素 在这部作品里面 与之前的作品不同的是 《乌驴》是一个 包括神道教 它是一个唯一的 核心的 而且是非常至上的 一种美丽的传统文化 是以这样的一个样子来呈现的 它不再是一个元素 而变成了这个故事本身 这个潜意识 其实尤其在这个《天气之子》里面 是尤其的明显的 因为《天气之子》 它有意识地要批判很多现代问题 但是恰恰是 它有意识地批判 现代问题的这个意识 更加地强烈 那么它对这样一种神秘化的 玄化的 宗教文化的推崇的色彩 也相应地显得比较地强烈 下面我稍稍我为地剧透一下 如果不喜欢听剧透的话 就这样子一下 这个故事就是讲 还有个基础设定 就是说这个异常的自然现象 是跟神力相连接的 是吧 是个神力的结果 这个历史上 人们遇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会献祭一个天气污吕 然后这个天气就被安定了 然后这个故事里面 东京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多灾多烂的东京 马上淹掉了 然后这个女主角 无意当中 她获得了一个 使天气放行的 这么一个神力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会有一个自然的逻辑 自然的逻辑就是 我们到底要不要 牺牲这个女孩子 然后来拯救这个东京 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 其实比较反传统的 就是最后 东京没有被拯救 东京被淹了 然后女孩子被拯救了 当然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态度 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但是我认为 对我来说 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就是我看到的什么 就是神道教战胜了现代东京 这是我的这个 年龄所看到的 这么一个这个东西 那么反过来说 其实呢 如果你去看这个 主创人员的访谈 那核心创作人员 尤其是导演 那些访谈里会发现 这个导演 他肯定不是这个 什么右翼政治的拥护者 就尽管日本 有很多这种政治家 很多右翼的政治家 会明确说 我们日本就是要恢复神国的荣光 我们要把神道教 请回我们的日本的政治 这才是我们日本政治应有的 虽然有很多这样的人 但是显然这部作品本身 它不是这么的一个目的 它不是为这个思想所服务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 天气资质当中 这个环境保护的意识很明显 而且它最后的结局也告诉说 不可以随随便便牺牲一个人 来所谓的拯救世界 这种思想其实是很人文关怀的 非常人文关怀的 但是我还是又回来 但是又来了 烦死了 就是说我还是回来 我之前说的那种灰色地带的纠结 就是一个生活中神道教的不断地正面化 不断地核心化 它会不会影响到政治神道教的这么一个负面的印象 可以看到说明治维新以来 明治维新以来神道教跟日本的政治是合一的 它就创造了一个这种神国的政治文化 所以你对外侵略也好 对外侵略也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为了维护神国的重要 神国的召唤 神国子民有自己的这么一个政治和文化的这么一个认同 所以到了这个战后 日本舆论对神国这个词是特别敏感的 20世纪初就有一个 他有一个首相 这个首相当时就在记者会上说了一个 日本是神国 然后媒体就炸了 然后给这个人很多负面评价 所以后来这个也算是变成了它下台的导火索之一 就是所谓的神国发言 天气之字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 它是把自然解释为一个具体的 有形象的 而且是有日本文化特色的神 他是这样解释的 然后他用这个不可揣测的 不可分析的 而且是不可抗拒的神力来解释这个问题 甚至最后是用它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污吕 代表神力的污吕 和那些相信这个污吕 爱护这个污吕 帮助这个污吕的人 是正面人物 是站在了道德的正面 而不相信的人 不相信这个神力存在 企图用各种现代手段 去解决问题的人 站在了这个道德的这么一个反面 那有时候我就觉得 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字就扶起来 这不就是独一无二的神国吗 所以我相信可能现在不管在座的观众 也许弹幕说这个人在上岗上线 我也觉得有一点 你说前面那个神国为什么被批判 因为那是政治家说的 后面这个为什么不被批判 因为它不是政治家说的 不是政治家说 它不是政治的 所以你如果要把它跟政治联系起来讲 会不会有一点上岗上线 但是我来假设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首先是这样的 一个政治家说 天气之子和你的名字拍得太好了 它描绘了我们没有被污染的 美丽的日本 那你说大众听到这句话 会是什么反应呢 然后接下来这个政治家又讲 我们应该保护这个传统 美丽的传统文化呀 使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地纯洁 这句话你又会怎么想 然后他接下来他又说 接下来他接下来 他接下来又说说 哎呀你看啊 这个战前我们也有多么 这么美丽的情操啊 那我们能简单地说战前就是不好的吗 这个时候 你应该有什么表情去面对它 然后最后他又说 哎呀 这个对于那些不理解 我们这种美丽文化的异文化者 我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区别的对待 好了 然后到这里 那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应该是一个分析反应 好 这个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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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